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他不爱说话的性格使得大家都很疏远他 当时的真子精神好像有些问题 经常会看到很多奇怪的东西 所以才会到医院进行治疗 回到剧组后由于花旦小爱很讨厌真子 所以一般不会给真子好脸色看 就在要出演的时候小爱像阿勋说 自己会经常梦到一口井一间破房子 而阿勋说自己也做了同样的梦 就在众演员卖力表演的时候 小爱突然看到有一个小女孩从人们中间穿过 但是人们丝毫没有看到她 而这时的远山也就是录制声音的人 突然听到很刺耳的声音 觉得很奇怪 但是也没太在意 等到演出完毕 阿勋找小爱的时候 才发现小爱已经死了 画面一转 记者又追到了给真子治疗的医生那里 询问关于致精子公开实验的事情 接着给医生听那段实验的录音的时候 又再次听到了那个刺耳的声音 而就在这个噪音出现时 真子杀了人 记者又追问博士和真子的下落 但是医生并没有说 在剧院由于小爱的死 角色由真子替代 尽管众人不服气 但还是服从了 在第一次的演出中 真子的表现很出色 赢得了导演和远山的青睐 演出结束后 远山鼓励真子一定可以演得更好 这时真子突然看到了死去的小爱 但是远山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导演赶来 借着和真子说戏的借口 搂搂抱抱 远山离开时露出了无奈的眼神 第二天演出完毕后 小月在后台修改真子的戏符 被前来的两个女孩打扰 这时远山和真子都怪怪的 但是小月并没有在意 还是认真地修改戏符 就在小月停下喝水的时候 看到了小女孩走过的身影 眼前突然出现一口井 惊醒了小月 原来是个梦 起来后在剧院找到了 拿着服装的真子 小月责备了真子后 就被远山赶走了 走失用很绝望的眼神 看着远山 真子在剧院向远山诉苦 说自己有时候 并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 还感觉自己身边有什么人 这个人好像是自己的固有 但是童年的事也不记得了 就晕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 看到站在自己身边的远山 感到很欣慰 就在两个人要一起吃早餐的时候 真子突然看到流血的远山 就急忙跑了出去 就在这时 小月跑去查看真子的履历 发现并没有照片 就去问真子的保证人 但是最终无果 小月回到剧组告诉远山 让远山离开真子 但是远山并不在意 并以要彩排为理由 把小月赶走了 而一直调查真子的记者也来到剧组 就在记者采访真子的时候 真子被闪光灯吓得连连后退 这时 闪光灯突然爆炸了 记者也不得不离开 回到报社 真子的老师来找记者 说自己曾经去过真子的家 还见到了当时已经发疯的支金子 和走路没有声音的真子 记者听了后 很是震惊 去洗真子照片的时候 发现剧组所有的人都被诅咒了 拿起另外一张照片时 突然看到还有一个小真子 跟着大真子 于是拿着照片就走了 到了晚上 大真子到剧院见导演 导演说自己记起了制真子的事情 还会把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 以此来威胁大真子留在自己身边 就在这时 蜡烛和房顶的灯突然动了 导演就以为是大真子做的 上去就要掐死大真子 然后被赶来的远山救了 就在大真子竹子两人打斗时 突然听到了小真子的笑声 此时远山也把导演杀死了 大真子把受了伤的远山送去治疗 却没想到伤口自动愈合了 原来这是真子的能力 第二天 大真子在楼下等远山 就在远山要带大真子救治导演的时候 大真子却跑开了 演出前 大家发现导演不见了 于是又把矛头推向了大真子 远山找到大真子 承诺演出完毕后 就带着大真子远走高飞 演出刚开始 就有人发现导演死了 就在真子要说台词的时候 实验室录音突然被放了出来 这个时候 剧组的灯也一闪一闪的 就在一个人跳出来指证大真子的时候 噪音出现了 医生上去安慰大真子 然后被小真子所杀 就在这时 剧组的灯也掉了下来 大家都以为是大真子做的 就开始对大真子前脚相加 远山被众人所困 不能解救大真子 就这样 大真子被大家给打死了 这时 记者出现 告诉众人还有一个小真子 众人就开车带着大真子去了他的家 一路上远山很自责 怪自己当时没能救大真子 医生来到大真子的家 记者见到了真子的父亲 而真子的父亲 好像已经知道他们是来杀真子的 就自动开门让行 这时记者拿出枪准备上楼 博士告诉他们 真子本来只有一个 只是在途中人格分裂 好的真子像知君子 坏的真子应该更像他的亲生父亲 记者带领一行人上楼查看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在这时 大真子突然醒了 远山带着炸真子开始逃离 众人听到后 就急忙跑出去追赶 正在逃跑的两人 突然听到有个小孩子的声音 真子就决定跳海自尽 远山突然看到真子身上的一双小手 就在这时 小真子进到大真子体内 使得大真子记起了所有的事情 真子不受控制 杀死了远山和剧组的人 最后博士在废弃的木屋内 找到了真子 把真子带回家后 博士给真子注射了天花病毒 刚开始真子还很相信博士 没一会儿后 身体很是痛苦 就开始逃跑 逃到井边后 被博士用镰刀砍伤 扔到井内 真子昏迷后 看到了远山 以为是自己做的噩梦 刚想碰远山的时候 却碰到了现实中的井壁 掉在井里的真子很害怕 而这时 刚好看到父亲把井口给封了 难怪真子的怨念这么大 被信任的人丢在井里不说 而且还被自己的父亲 亲手封上了出口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情告读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谢谢大家